好 中间 嗯 右边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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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替我们 好 OK 了吗 好了吗 好了 来 来 首先 国歌是带着两部作品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微博电影之夜 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带两部作品一起 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我没想 没听懂 是吧 还是我没问清 呃 我觉得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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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平常的吧 我们现在 电影的房间 这么繁荣 嗯 就是一个演员 一年拍 好多部电影 挺正常的 挺正常的 嗯 我觉得可能比较幸运的是我 参加的这两部电影的这个 这个品质都比较高 嗯 比较广泛的得到大家认可 所以 都能够来到微博电影之夜 嗯 好 那这两部电影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是攀登者一个是南方特战对吧 所以可以评价一下自己在这两部电影当中的不同的表现 因为风格这两部电影的风格还不太一样 自己也很难自己评价 自己只能自我检讨 自己只能自我检讨 我觉得把这个评价留给观众 嗯 那可以自我检讨一下这两部电影中有哪些遗憾的地方 等到大家评价以后我再自我检讨 哈哈哈 现在自我检讨为时过早 对啊 我现在都漏窃了 然后这 心如为主 进了这个影院都不好好看电影啊 嗯 明白 就变成大家来找茬了 哈哈哈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这两部电影 一个是南方的车站的聚会 一个是判断者 所以 其实胡哥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电视剧作品比较多 然后最近是电影作品比较多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上是偏重于电视剧还是电影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偏重 因为电视剧舞台剧和电影我其实都尝试过了 所以 应该 我还是看剧本吧 只要剧本好 不在意形势 对对对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还是舞台我都会尝试的 好 今天是微博电影之夜哈 胡哥也是经常在微博上发布一些东西 那么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出现了 所以当时发那张自拍的时候自己是怎么考虑 就没有想过会 因为艺人一般都会把自己修得美美的去发出来 呃 可能是那段时间我 嗯 压力 比较大 然后 也有点紧张 焦虑吧 因为第一次去到嘎那 嗯 呃 然后当时也是每天都有十七八个专访啊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空间 啊 然后也特别巧就是买了一个超大的巧克力冰淇淋 然后吃完以后 我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笑我 嗯 我说怎么了 哈哈哈 然后他们就让我拍个自拍 我就拍了一下 我就 纷然天成一个完美的纯线 嗯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嗯 所以发那张的时候工作人员在旁边吗 他们又阻止你吗 他们不知道 是我发完以后 他们就尖叫 啊 你怎么发那张照片 哈哈哈哈 哈哈 为什么突然就 停止了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 大家尖叫 然后 发完了之后有去关注这张照片的评论啊 评价什么之类的 其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 没有关注 好多就是 就是我自己 打开微博 就不想看都能看到 就上了热搜之后 也没有 再过分的去关注它 后来 后来CMAN就给我批图了 对对对对对 你去关注飞门了是吗 我发现 哦原来 原来我 我跟小孩还挺容易沟通的 嗯 好 现场老师 我们有一个问题的聚会 有哪位老师有问题要问护装吗 大家都在拍照是吗 就是 因为我昨天看了 然后看那个红彩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说你去那个 就是你在南方车站的剧组的时候 就会比较活泼 然后在那个 攀登者的时候比较严肃 就很严肃 就是一脸虚紧 就是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不是啊 因为这是环节设计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那个南方车站走上红毯的时候 有一个跳舞的环节 嗯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活泼一些 嗯 然后攀登者嘛 啊我们 就是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登山队员的感觉 所以 有一点军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们得这个比较比较正式 整齐划一 是吧 嗯 好 谢谢谢谢胡哥 谢谢胡哥 谢谢胡哥 谢谢胡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辛苦了 嗯